这还真的爆出血案问题了 吃叉烧吃到一半 吃尽了疫苗的针头 怎么会叉烧连着疫苗针头呢 这是夫妻到台北市公馆的知名烧辣店去用餐 没有想到太太吃叉烧的时候 吃到一半 两公分长的医疗针头 就这样子穿过他的门牙有脱落的情况 当下也向业者反应了 但是负责人说 疑似是上游的养殖场 对株枝施打疫苗所残留的针头 当时民众难以接受 就怕食安危机再度发生 认为餐厅怎么继续贩售商品呢 业者也回应致歉 说未来会仔细地处理这些加工品 也会用金属探测器加强品管 烧辣双拼油油亮亮 有叉烧有烧鸭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有夫妻两这个月12号 到北市公馆烧辣餐厅用餐 就是点了烧辣双拼 没想到妻子吃叉烧 咬到一半发现遗物 从口中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一根长两公分的医疗针头 妻子曾补过的门牙处 还有些脱落 他跟口头上都有跟我说 就是一事两制 所有的 其实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 都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 然后包括说疫苗 是什么样的疫苗 里面是什么样的 施打的内容物 我们都不知道 餐饮负责人向夫妻说明 是尚有养殖业者 在打疫苗时 针管断裂残留 事实上猪肢打疫苗 会打在耳喉上井 叉烧的部位也大约在这 经过屠宰批发零售 再到餐饮制作 针头可能因此就藏在叉烧中 不过胡先生质疑 事发后餐厅照常出餐 并没有停售检查食材 而事件也向卫生局反映 他们回复是18号去做鸡茶的动作 然后这个中间过程 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去 去有参与的动作 卫生局鸡茶相关食材没有异状 当事餐厅事发至今也照常营业 业者回应积极想了解 哪一批猪肢出问题 但力不从心 没有停止出餐 很抱歉 世界因欠损失都愿意承担 并决定未来处理 生鲜加工品将以金属探测器 来加强贫控流程 不管医疗针头哪里来 任何消费者吃饭吃到两公分的针头 总是觉得又惊又害怕 也担心还有下一个受害者 东森新闻刘伟成 叶明松蔡文恩台北报道 不过明天明明就是要做外带 却连带东西都被偷了 怎么回事呢 这是台北中正区 已经开了许久的湖南菜馆 肖香园最近失窃 原来是因为76岁的男子 趁着人家这个店家休息时间上门 说要外带五道菜 但其实是幌子啦 他趁着人家老板娘进厨房准备的时候 偷走人家放在柜台的包包 还有餐厅的钥匙 得手了五千四之后 没付钱人就跑了 根本没有什么要外带菜 那么警方追查发现 原来这名男子是当地的贯切 手法通通一样 都是用外带方式 故意支开店家 餐厅内穿雨衣的男子 看到老板娘前脚踩钢踏出去 他后脚立刻钻进柜台 迅速拿走包包 头也不回落跑 老板娘回过神 怎么客人变成小偷 受害店家是中正区民店 Google评价有4.1颗星 小偷一进到店里 就说要外带还假装是大户 但其实他的目标 根本就是货架上的包包 四五道菜 他说他的朋友从南部来不吃辣 他说是我的朋友介绍来的 点好了就在我餐厅 进进出出上厕所 来回两三趟 湖南菜馆肖香园当地知名 尤其招牌菜剁椒鱼头鲜香下饭 小偷看准当时是下午休息时间 只剩老板娘顾店 只要进了厨房就顾不了柜台 准备去做 他一跑进来 说老板娘我还是加一个鱼头 加一个剁椒鱼头 小偷本来说不要 后来又加点 疑似是故意拖延时间 包不见了 我进去不到五分钟 鱼头溜进去了 别的菜还在准备 我一看他机车吃走了 我的包也被他偷走了 老板娘算一算 餐厅钥匙不见了 包包内的手机 以及5400元现金 还得加上小偷点了 却没结账的五道菜 警方互报调查 这名小偷偷遍双北 附近的佛教用品店也曾受害 请我们小姐包装啊 然后不断的 不断的换包装 我看他那个灯可能 换了三五次都有了 76岁的陈姓贯切 从年轻偷到老 手法都一样 从卖吃的到卖用的 都是他的目标 假装上门要买东西 转移业者注意力 现在所有店家小心提防 就怕他这三只手 下次又要伸到柜台里 东森新闻邮据寻增建好 黄建华 蔡宇山在台北采访报道 而现在民进党的 非核家园政策 也不断受到质疑 柯文哲就痛批啊 绿营用意识形态 坚持要关掉核能 一旦到了七八月 这会跳电跳得一塌糊涂 天啊真的好热 现在一年比一年热 光是吹冷气还不够 一定要搭配一台电风扇 才够凉 这样的搭配 目的是要省电 但除了电费考虑之外 多少也怕台湾又跳电了 三不五时就给你跳一下电 里头下芽芽 没有电的情况下 难道真的只能 虽然够死命吗 当前民进党政府 主张非核家园 积极发展绿电 核三厂一号机 七月份就停役 如此一来 电力到底够不够 在野党打上问号 在过渡阶段 先维持核核三 研育 这是一个最安全的作法 意识形态 要把核能全部关掉 到七月八月 跳电一定一塌糊涂 即便执政党一再强调 跳电不是缺电 但对民众来说 就是没电可用 各种方法都得试一试 也因此蓝营要修法 让可使用的核电厂 继续研育 只是要提核电厂 国民党内部似乎有不同声音 这时总统府气候变迁委员会 不过绿营对此修法到底要党还是要过 也有千百种说法 国民党立委徐宇珍就爆料 有台南市的民进党立委 反对核能延引修法 理由是要让绿电企业继续卖电赚钱 大涨电价掏空人民 这跟绿营一点相关性也没有 而至于绿营现在所推动的政策当中 有天然气这也是成熟正常 我不知道国民党在摇八岔什么事情 核能用电面对民生发展到底能否调整 在业党支持乙和养绿 蓝绿之间似乎难有共识 动森新闻笑语之苏时节开北报导 也因为两岸急动不少宫庙 收到后止部的消息说战争爆发之前 要分送弹药到宫庙 苗栗铜螺乡农田里大街庙与五谷宫 主神祭拜神龙大帝 也是客家人信仰中心 许多人来拜拜祈求平安 宁静宗教之地 最近庙方却收到一张公文 表示要把军方弹药运到庙方空地 苗栗县后备指挥部来韩写着协助 签订弹药预囤点支援协定书 113年6月1号起 预计战争冲突前 以立本数后备旅 部队弹药补充使用 持续部队战力发挥 民众很紧张认为 公庙出入信众多不好管控 平日又会燃烧鞭炮精子 要是一旁就是弹药 恐怕还得考虑安全问题 还不止一间公庙收到公文 铜箱内还有铜锣填宝寺 主任委员有来 他同意 同意了 对对对 有回案给他们了 对对对 他有来 那个军人有来 那个公文 铜锣填宝寺签署同意书 但五谷工认为 可能会影响庙方活动 再加上居民反对 回复不同意 据了解后备指挥部 目前正召铜锣三间公庙 都是距离铜锣科学园区附近 而且靠近重要道路和周边较少民宅的地方 考量运输方便性也减少周围民众反对声音 询问国防部表示 后备旅作战任务 由各作战区全管 这属于实军团全责 本案系考量暂时需求 规划结合民间资源 以提升护情资源任性的演练运用 并无实时放置弹药 据方强调 签订弹药与囤点支援协定书 没有实质放置弹药 会再跟庙方人员沟通协调 谈合作 东森新闻蔡林和林轩 苗里报道